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小故事大启示 点亮你我迎向卓越的生活方式 欢迎来到绝妙启示录 我是您的好朋友张德仁 诚实也是一夜好眠的钥匙 怎么说呢 话说在二次世界大战时 有一个人叫做约索夫 他们一家被送进了集中营 在离开的前一晚 约索夫把所有的财产五万马克 委托给一位好友叫做米尔 请米尔代为保管 为了稳妥起见 米尔将这笔钱存入银行 为了不让任何人知道 直到战争结束 米尔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但是战争结束后 也没有了约索夫一家人的消息 可是米尔中人所托 他始终把钱保管得很妥当 就这样子过了二十五年 后来因为一场意外 米尔所经营的工厂突然倒闭 妻子也因故受了重伤 生活生计陷入第一潮的米尔 急需要一笔钱来周转 这个时候他想到了 约索夫的五万马克 正当米尔想要使用这笔钱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报纸上 有一篇约索夫的儿子 所写的文章 他确知约索夫的家人 有人活下来了 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米尔就不断问自己 这笔巨款根本没有人知道 而且对约索夫的儿子来说 他本来也就没有这笔钱 我为何不先拿来拯救自己呢 陷入矛盾的米尔睡不着觉 为了是否要归还巨款 还是要留下来自己使用 他辗转难眠 终于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决定归还巨款 在归还巨款的那天 米尔终于安稳睡觉 一觉到天亮 我亲爱的朋友 很多时候 你用再多的金钱 也买不到甜美的睡眠 诚实 有时也是一夜好眠的钥匙 我们下回见 我是张德仁 月亮 我亲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